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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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詞 我今見聞得授詞 愿解如來真實意 愿解如來真實意 大家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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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當 大家禮佛 有人可以幫幫我嗎 請坐 開發你 這裡 圖師伯 圖師伯 是 佛青 佛青這個 養生 請坐 謝謝 大家好 阿彌陀佛 大家好 阿彌陀佛 今天繼續跟大家說 上個星期的友情觀 最後是說 給了這個解緣 這個解緣其實有故事 話說 有個皇帝 他有個朋友 好朋友 是個小和尚 很喜歡 進去皇宮 和皇帝一起玩 聊天 很好的朋友 有一天 國王想著等小和尚來 誰知道小和尚來到的時候 國王正在捉棋 他在捉棋 迷頭迷路 正在捉棋 他正在捉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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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兵聽見 皇帝說殺 他捉了 拉起了小和尚 斬頭 他捉棋 皇帝 然後說 我的好朋友 小和尚來了嗎 今天不見他 啊 皇上你剛才說 殺啊 我們個個不敢 不敢問那麼多 就拘捉他出去殺了 皇帝聽見了 很傷心 他臨死有沒有說話說 他就說了這句說話 小和尚就是說 假使百千劫 所作業不忘 因緣匯遇時 果報還自受 皇帝不明白 他就問他自己的國師 即是他自己的師父 啊 國師 為何小和尚說 他這樣的說話 原來呢 國師就跟他說 以前呢 國王呢 你就是一個小黃犬 就是一隻狗仔 黃色的狗仔 那麼 小和尚還是小和尚 那麼 小和尚就去 有一天就去 整花園 整花 那麼 不小心就剷死了你 他不小心而已 那麼不小心就剷死了你 那麼 所以這次呢 你也都不小心 就剷死了小和尚 所以小和尚自己說 就是他自己做過的事 他自己要收回 那麼 這個呢 其實因為 我們很多時候 上次 講過 上次講過 有些事情先溫習 隔了整個星期 很多事情我們講了 上個星期 因為一路 講完友情觀 會講世界觀 下個星期就會講平等觀 其實如果 我們的責任 不單止跟你說 佛教怎麼看友情 有情住的就叫做世界 我的責任 不單止告訴你 那些是什麼 我們的責任 還要告訴大家 友情和世界 都是空的 我不是只要告訴你 五任是什麼 我們還要告訴你 五任皆是空的 你們的平等觀 其實就是講 這件事 空這件事 波野這個智慧 那怎麼用得出來 為什麼說 有情又是空 世界又是空 怎麼說 怎麼說 為什麼會說 因為我曾經 這個禮拜有個病人 有個伯伯咬牙齒齒 跟我說 哪有得平等的 沒有的 怎麼會的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說個相 就有男女 老幼 有高矮 有病的 有不病的 但是說個性 性就最平等了 佛性就最平等了 或者說個智性就最平等了 先說這麼多 因為你要觀照到他 各種都平等 佛法怎麼看呢 就是靠你那個波野的智慧 上次你們有個同學 就不知說那個心經 講心經 就是講波野的智慧 那為什麼跟你說 它是空的 為什麼說它是空的呢 我們上次講過 各種東西 說是因緣和合 所謂有違法 有作有違 條件砌出來的東西 就是叫做有個因 又有很多不同的條件 條件夾起來的那樣東西 每樣東西都是條件夾起來的 那條件一變 那樣東西就變了 又有講過 業力的問題 就是那個時候 小和尚就是不小心 弄死了那個皇帝 即以前的小王犬 他做了的事情 這次怎樣都要受回 條件齊的時候 那件事就變成了 所以說 如果說條件齊合的東西 它沒有一個 獨立自己的性質 不可以獨立 不可以獨立 即是單一 因為一定是條件砌出來的 甚麼都是 不用說 這個世界 這個娑婆世界 不可以獨立的性質 如果是條件砌出來 那些東西就是沒有 沒有一個獨立單一的性質 沒有一個常 不是經常不變的東西 也沒有一個可以自己主宰的東西 那如果 如果我們說 如果我們說 又可以單一 存在 又可以 常 常 整一 存在 又可以說 有主宰能力的 那個才符合 那個是我的 佛教育殿說 那既然各種東西都沒有 一個 又不可以獨立存在 又沒有獨 又不可以一 又不可以常 又不可以自主 所以佛法說 各種東西都沒有一個 我 因為這樣的概念 大家如果第一次來聽 就會比較害怕 糟了 沒有我 那我學來幹甚麼 不用學 為甚麼要 不用修行 甚麼都沒有 你們可能會很害怕 所以既然有三個禮拜 我就說了三個禮拜 先說好 讓你們 若摸若摸 其實 你說沒有 那樣東西經常變的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所想的 這意思而已 沒有一個 不是 沒有一個 實在的 經常不變的 性質而已 你先說這麼多 所以 如果說 聽起來比較多 聽過很多次博學班 聽過很多地方說 聞到 甚至還聽進階班 聽到道獨班 聽過很多大法師說 聽了這麼多 聽了幾十年 如果 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如果 如果每一個人都覺得有過我的 如果每一個人都覺得有過我的 如果不是無我的 你學佛那個人修行 跟佛法是不相應的 因為他學了那麼多 他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很厲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說過學佛 學佛你其實是想除煩惱 煩惱就在我身上 被人推倒 其實那次我們一人間會說 有一個禪宗故事 兩個師兄弟說漢山和十德 如果有人又捧我又欺負我 又笑我又欺負我又欺負我 又欺負我 那怎麼辦呢? 這些情況好像經常都會發覺 有的 為什麼大家很多時候不開心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你那個我 那個自我 那個是被人受到威脅 或者受到威脅 或者不相信你自己的意思 你就生煩惱而已 你學佛就是想看下如何把這個無我的概念實踐平日常生活 我们说上次说了因缘和合的 凡是惹都业力 业力所以搞到会有不同种类的友情 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无色界 有色界和有肉界三界 我们现在在说世界观 那个世其实是时间性 有三世 就是过去世 现在世 未来世 过去世又有再过去的过去世 过去的现在 过去的未来 过去的过去又有再过去 所以其实是很多过去的过去 又说未来又有未来的未来 所以是三世 这个时间性 不是 不是 总之这个细字是解有时间性 那个戒字就是解 各位 各位 经常都听说 十方 哪十方 东南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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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西北 还有上下 还有上下 因为是十方 十方 三世 这么大 今天其实是讲这些东西 世界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有情 有情和无情加起来 就是木头这些什么 没有情色的 那些加起来 就是包含在佛教里面 就是这样看的 那世界是怎样 就是佛经里面 你们经常说 读《金安经》 读来读去 什么 无量无边 摩真其 杰的什么 行河沙 那么多世界里面的众生 那到底是什么呢 应该 过了今天 应该会更清楚 还有其实只是说给你们听 世界和友情 除了说给你们听 他们是空的之外 其实一件事很重要的 那个世界 亦都可以有个说法 是由我们的心做的 每个人的心 每个人的心里面 其实这些世界 是一个娑婆 在一个世界里面 世界是由微层做的 最近看一条影片 有些人把iPhone 放在搅拌机上 真的隧道很小 一只iPhone 一大堆层出来 整个世界都可以碎成一种尘 很小很小 由尘 又微尘 又积聚 这个世界 就是譬喻 微尘其实是譬喻 我们 那些 妄念微尘 我查不到它 所以每个人看 每个人的世界都很不同 如果这么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世界 你想想 山上 山上 现在日出 一日 现在还在打禅七 日日都在打坐 由日早上 六点多 不是 南众 早上四点开始坐香 一直坐 又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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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晚上十点 他们的世界 和我们普通在家人的世界 一个在家人 或者一个金融 股票 买卖的世界 或者和一个小孩 每天打机打到黑的世界 是很不同的 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的世界 就是由妄念微尘做 他们的心做 我们今晚 之后 又会说一下这些 我们想说回 我上个星期 还没说过 上个星期 其实说到 那种友情 那种友情 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有四种出生的状况 他们为什么会是 胎生 卵生 濕生 化生 很快地先说 胎生 胎卵濕化 胎生 卵生 濕生 化生 随其所应 不论是胎生 卵生 濕生 化生 都是随其那个业力 随其那个业力 而投生 比如说 为什么你会做到胎生 胎生的友情 就是他们的情念很重 胎恩情有 胎生就是说感情 亲情很浓厚 感情很重 骰俗情深 感情重 就会胎生 很简单 比如这个故事 这个新闻 那些野猪 大围那几只野猪 一家人 你看过很多这些相 这其实是一只水泥 它是抱着一只儿子的 这些相片到处都有的 那些有一个父母 不同类的都可以有感情 比如这些朋友 这些猪仔 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情又是情 更加重要 这只猪仔死得人多 你之所以 如果上那堂业果轮回 你们明白了 其实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要 走走走走走走 就是你以为你喜欢 你需要贪爱 特别是男女那只 所以要经常在那个三界里 头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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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我们 比如说学佛修行 其实你说慈戒 修行有三个三无缂学 所谓的 不爱戒 定位 最根本是慈戒 没有能谈到 持戒 其實只有四條根本大戒 出戒人 再戒人 再戒人 你們守五條 不得殺到淫妄走 出戒人 那條四根本 首先淫戒行戒日 因為是淫戒令你再回來 男女的情 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你看一隻小狗 你看牠的眼睛 你很漂亮啊 看著那隻小狗 你真的很漂亮 我很喜歡你 你太漂亮了 同類的胎姻情有 卵 卵生 卵是為想 打妄想的想 卵是說妄想 打妄想就會卵生 所以說雀鳥 雀仔 全部打妄想 出生 有些或者喜歡很漂亮顏色的衣服 喜歡做一隻七彩的鳥 這衣服很漂亮 有些喜歡穿白色的衣服 就做天鵝 有些打妄想 不妄想 那衣服很骯髒 我還是喜歡穿黑色衣服 就做得很骯髒 很多 你看見 魚 魚都是卵生 打妄想 這些靈嚴經說的 魚 雀仔 這些都是卵生 龜也是卵生 那濕生是怎樣來的呢 濕生就是與新的景相 新的景相合而有 一旦與一個從未見過的景相合 是為濕生 即是好像吐出來的那些 我們上星期也說過 或者化以來認認 化生是怎樣的呢 就是因為驗戶的究竟 例如蝴蝶、飛鵝 都是破茧而出 化生、蚊、天人 都是 其實在地獄裡的眾生都是化生的 他們就是來了一個究竟而化生 所有這些受業報 追逐 逐其非尋 以示因緣眾生相逐 所以我們說 胎卵執法一定要是除業受報的 你如果行善 就飛升 即是三善道 即是天、人、阿修羅 這三種 在佛教來說 是屬於三善道 你作惡 就下沉 下沉 地獄、鬼、畜生、三惡道 所以六道 眾生相逐 無有間斷 就是這樣說這個 講完 所以其實你說 那些眾生聲聲鼓鼓鼓呢 然後細尊就對柯蘭講 在靈驗經裡面 他說一切世間 生、死、相逐 生、蟲、順、雜、死、蟲、變、流 這些誤解得很深 但是總之呢 來來去去 如果你說跟回 如果說 如果說 這就是 其實眾生不愛乎 眾生那種煩惱呢 煩惱 煩惱就是不愛乎 有兩款 大大來講 不愛乎你的見惑 和你的絲惑 或者說 怎麼說 不如我現在先不要說這裏 情和想 如果你純粹是想 純是想 十分十是想 你就往上 升 必生天上 非心中 兼修福慧 和靜願 譬如你發願往生 淨土 那你自然心開見十方 佛一切淨土 隨願往生 即是你 經常想著佛號 純是想 不夾雜 一些情下去的 如果你說 情小想多 情佔一兩份 十分之中 想是多 都是聖 各位 好 麻煩 這類 非仙大力 鬼王非行夜叉 地行羅撒 這類 由於四天所去無愛 黃天的四天 一會兒告訴你 所以說護法 其中有很多護法神 祂又發了善願 善心護持我法 或者護戒 所以大家如果持五戒 每一條戒 至少有五個護法神護你 護你不要讓你犯戒 有護戒神 你如果犯戒 那護戒神就走 不理你 有護戒 有護戒的人 如果你是持咒的 那又有護持咒的人 又或者你是打坐 修禪定 又有護禪定 補須法人 這些護法神 都是現在在如來座下 在聽如來說法的 情佔很少 想佔很多 如果你說情想均等 一半一半 情其實就是感情 想就是理性那方面 理性思想 只是 如果說均等一半一半 不非不非不聚 生於人間 就做人 如果他的想 是比較強一點 他會聰明 如果他情念重 痴黎黎的 什麼都情情情 情憂就蠢 情念重 一定是蠢的 沒得商量 就是說 那些人的EQ低 你想想 如果情多 想少 那就流入橫生 為什麼叫橫生 或者叫旁生 其實就是畜生類 如果你的情情很重 就會做毛群 例如牛 羊 大塊 一些毛 厚 如果輕一點 就做小鳥 那些 如果七情三上 尋下水輪 生於火 授受起猛火 身為惡鬼 這些 尚被焚燒 水能害耳 無食無飲 經百千劫 苟程一上 又重點了 個程 下動火輪 身入風火 易交過 易交過地 輕生有間 重生 無間 無間地獄 受苦無間 如果你是純情的 一點相片都沒有 就進入這個 阿鼻地獄 無咎 無咎 無歸 這個是最慘的 我 說這麼多這些 其實都是想 因為我們說 我們的網念微塵 其實是做你的世界 你的心 你的心 入面 想的東西 很重要 曾經有一個日本科學家 他做過一個實驗 他把那些水 結成冰 成冰 變成冰花 分開做兩半 一半 一邊跟他 一邊跟他 播出一些 漂亮的音樂 或者連一些漂亮的字 一邊跟他說這些 或者給一些漂亮的照片 看 就是對著那些冰花 另外一堆 總之是一堆字 那些冰花之後 變成怎樣呢 那個結果很神奇 譬如說 連一個這樣的字 或者對著它說 愛 這個字 連在那些冰花 那個瓶上面 結出來的冰花 是這樣的 如果說 多謝 結出來的冰花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開心快樂 冰花也是很漂亮的 如果說 真理的冰花是這樣的 如果說 如果唸一些東西 你令我作嘔 我寧願 我想殺了你 如果說這些 說話給另外一堆冰花 那些冰花 那些冰花結出來 是這麼噁心的樣子 如果說感激 那他自然是漂亮的 如果說 譬如播一些歌給他聽 這首歌 是Amazing Grace 他就很漂亮 或者 有些冰花 有些是幫他 做一些上供的儀式 就是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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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儀式 或者祈禱 那些儀式 是這麼漂亮的 但如果是魔鬼 有一個好像是希特拉 他結出來的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憤怒 就是這樣 所以 你想想 人 就不知多少百分 是水 來的 你 你不斷想 你弄壞人 你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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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欺負我 你不斷想這些 我們說 你是播一些 很惡的種子 你想想你自己是否冷 都是水 其實穿了大部分都是水 你自己跟自己說 如果你不斷打擊 現在打的那些 乒乒乓乓乓乓的 很暴力的那些 你不斷地在那裡 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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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傻的呢 你搞到你自己的世界 所以這兩句 物以善少而不為 物以惡少而為之 真的不要以為 現在只是說 那個網戀未曾 那個因可以很小 但是你做出來的那個 後果 很嚴重 所以說就是 世界的溫律 剛才說過 世就是講三世的因果 所以不要你以為 不要說 為甚麼 殺人放火 殺人放火 金腰帶 什麼 我是今個夏天才學識 所以不太熟 修橋保路沒有施骸 是吧 真是冤枉了 就是這個意思 為甚麼真的沒有天理 明明是一個壞人 為甚麼可以大富大貴 為甚麼明明是一個好人 又這麼短命 又有病 因為我們不只看一期的生死 佛教 怎知道你以前做過甚麼 總之 就是你現在 現在受苦 當然有些事情是做錯了 一定是做過一些壞事 所以你現在要受回 你現在欲知 前世恩 當今受這事 所以是說過往生 有時未必需要知道為甚麼 通常有人問你 為甚麼 我得過這樣的病 為甚麼 為甚麼 你又不需要去答他為甚麼 其實 知道既然已經是這樣 你知道那件事是怎樣 你去面對他們 去做事更好 所以三世的因果 戒其實是說十方 未曾做一個世界 這個就是我們一向說的 衰微山其中的一個圖 那些字是很小的 但不用那麼緊張 我慢慢地和你們說 你們說世界觀 說這個圖已經說完了 那是甚麼意思 都要知道 因為你經常讀衰微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但上個星期 我們給你那個 那個 那個 那一板 如果沒有也不要緊 因為待會也有些 有 因為 在佛教來說 即是古印度 他們是怎樣看這個世界的呢 他說 這個世界最底最底最底 其實根本是一個空輪 其實說有五個輪 佛教說 最底就是開空 下方 空輪 有 有風輪 又有水輪 又有金輪 又有地輪 印度的古人 一直看 他們說 有多高呢 他們說 他們用油巡 看到嗎 油巡 不同的佛經 又說不同的東西 很可愛 油巡 有些說三十里 有些說四十里 有些說不是只有十六里 你不知道到底有多大 我告訴你 從香港從東到西 只不過是二十里 好些因 這樣就為之一個油巡 有多高呢 所謂風輪有多多油巡 一百六十萬個油巡 風輪、水輪、金輪、地輪 這些在底部 然後呢 就說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 我先走開一會 條件不具足 所以 這些真是太急 拔了這個 這個 這個 看到嗎 那個風輪 我們會說 你如果參加一些叫做清明法會 有所謂四大部州 晚上 在這個世界裏 分開東南西北四大個州 怎麼說呢 我們有東聖神州 有南岩浮堤 或者南岩浮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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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個叫做西牛河州 在西邊 另外有個北驅奴州 我們就住在這裏 南岩浮堤 或者南岩浮堤 要解釋給你聽 沒有什麼意思 這個比較有趣 北方是多汶天王 多汶天王的兒子 他的天子 每一個天王 每一個天王就有很多兒子 每一個都有九十一個兒子 你想想 其中一個北驅奴州的多汶天王 其中一個兒子大家都認識 就是南岩浮堤 就說有七重金山 不知道有多少個 七重香水海 圍著 是不是放大了 麻煩 你要上去 我們繼續向上說 上去都可以 不行 不用在你下面 麻煩 停 那個衰微山 你記得 在佛經中的意思是 下面是闊 中間是窄 上面有闊的東西 下面闊 先說了 去到中間 和日月相齊的 就是所謂四大天王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北驅奴州 西牛河州 東聖神州的南岩浮堤 那個管理那裡 那個天王 就住在日月天宮 就是在四大天王天 所以有四大天王 不是我們現在姓郭 姓陳 不是那些 是四大天王 所以六玉天 第一個天 就是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 每個天王管八個天 加上 中間帝色天 就是三十三個天 四八三十二加帝色天 所以帝色天王就住在套利天宮 就是這裏 或者三十三天 那裏呢 就是三十三天 就是三十三天和四天王天 這些都叫做地居天 就是在這個衰微山那裏住 欲界對上 有夜摩天 鬥雪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他們依空而住 這些魂 很高 有多高呢 這裏也有說人壽有多長 如果生到套利天 這些資訊性的東西 真的說得很悶 總之你都說了 總之你去得越高 你的宮殿就越大 你的人就越光 你就越漂亮 你的東西就越微細 你的命就越長 這樣吧 去到夜摩天 那些 總之去到這裏 去到他化樂天 很多美的東西 不過你要自己化給自己 享受 去到他化自在天就更加 別人化過來給你 但這裏還是肉界 三界之中的肉界 肉界、色界、母色界 對上就是色界、色界 我們再上 麻煩 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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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他下來 拉他下來 我想看上面的東西 下面講完了 不好意思 講得不好 可以了 停了 以後可以留在這裏 色界有十八個天 其實是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有大凡天、凡庫天、凡宗天 大家讀《地藏經》都很熟 光陰天、無量光天、少光天 偏正天、無量正天、偏正天 應該是這樣的 總之是由這邊數過去的 凡宗天、凡庫天、大凡天 那大凡天王去到初禪天 初禪有三個天 意思是這個、這個和這個 大凡天王 大凡天王 我慢得不得了 他就說 這些東西全部我弄 所以就 你覺得這麼熟悉 誰說自己的東西全都是他弄的 佛教就不說創造 佛教是說發現的 我們沒有東西創造的 創造甚麼 佛陀自己都是說自己發現了真理 他不說他創造這個世界 誰說他創造這個世界 那個就是 帝式天王 不… 不好意思 大凡天王 帝式天王 忘了再說 剛才在套利天公住的那個 就是帝式天王 帝式天王 大家很熟悉 一年尾 現在年尾 大家去供天 就是他 他是護法神 所以大家很感謝他 可以成就我們很多東西 帝式天 如果俗話說 大家很熟悉 就是玉皇大帝 玉皇 另外一個名字 但是說到大凡天王 就不是這樣說 大凡天王說 我都是創造的 所以 我那裡你住很久 你在我們那裡住 你想想 你去到他化自在天 你多長命 你一萬六千歲 我現在幾歲 五張 接下來 當大家差不多四五十歲 哇 一萬六千歲已經是 很長遠了 哇 永生 去到這裏 你初初去 我們說你怎麼可以往生到色界天呢 就是離獄得禪 離開了獄界 就去了色界 色界 是二十小劫 什麼是二十小劫呢 聽得多了 那個劫字 是 人壽 當我們 遊巡知道 那個劫字 當你 人壽十歲 每一百年 加一歲 每一百年 那些印度人很厲害 他們說的 每一百年 當你人壽十歲 就死了 一直加加加加加 一直加加加加 一百年加歲 一路加 加到你八萬四千歲 一百年加歲 那這裏是加的 這裏向這裏是加的 去到這裏 當你 你幾長命 我八萬四千年 八萬四千歲 那麼長命 接著減 一百年減一歲 普遍來說 香港現在 好像說那些人 每個都很長命 起碼過八十幾九十歲 現在 人的壽命 由十歲 一路 一百年加一歲 平均來說 加到八萬四千歲 一百年又減一歲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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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到又剩下十歲 一加一減 為之一個劫 一個小劫 這裏 你回去慢慢計 為之一個小劫 二十個小劫 這個叫小劫 二十個小劫 為之一個終劫 一個終劫 一個終劫 世界成 世界住 世界壞 世界空 即是說 這裏再成四 四個終劫 就為之一個大劫 這麼長命 它多大 唉 沒有了 剛才那個人說它多大劫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的小劫 我這二十個小劫 這麼長命 這裏只是隨便去到初禪天 最低的那個 第一個天 對不起 嘩 去到那裏好不好 要不要 聽完先說一下 我這個問題會再問 其實去這裏更爽 別人化了一些東西 你自己也不用做 是不是 這些正確的觀念很重要 你會發覺不是的 我們不會叫你這樣做 雖然你這條命這麼長 怎麼辦 嘩 如果你 四十小劫 這些六十小劫 只不過是隨隨隨便 你生了初禪天 總之你離獄 離五獄 適星康未粗 或者離財識名食碎 離了五獄 你就會生到適戒天 離獄得禪 初禪天都已經二十小劫 你看看 第二十小劫 第二十小劫 去到兩大劫 四大劫 八大劫 嘩 到那裏 六十四大劫 這些乃至到四十小劫 去到一百二十五大劫 乃至一萬六千大劫 嘩 很長命 你是收禪定去的 他們經常都在禪定之中 你那個表 如果你上個禮拜那個表沒有帶來 我就說 其實應該撈亂了 應該說初禪天一直升升升升升升上去 初禪天有這三個 不要這樣拉來拉去 那我偷這樣 麻煩 很重要的 因為曾經 有一個叫做無聞比丘 佛祭的時候 佛祭的時候 有位叫做無聞比丘 很努力參禪 他呢 為什麼叫做無聞呢 因為他只是打坐 他就不太多聽 不像你們那樣 聽那麼多佛法 不懂很多東西 他就以為初禪 初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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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禪 三禪 四禪 就等於初果二果 三果 四果 那麼他就正到四禪天 他以為正到四果 其實不是 我們繼續這樣看 剛才我們說的凡中天 初禪天有三個天 二禪天也有三個天 三禪天也有三個天 四禪天有九個天 福生天 咦 小禪過 小禪過什麼 你的表那裡應該有寫 但是呢 我只是想說 這五個天 叫做五不還天 其實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那些是什麼呢 我們上次也有講過一下 希望大家有一點印象 金剛經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們這些印象 不可以 都是不可以的 初果 或者叫做 衰陀環果 麻煩你找人幫幫我 衰陀環 只是名字而已 不懂不要緊 要當初果 二果 二果 斯陀環 三果 阿羅漢 四果 四果 阿羅漢 這些不同 我們剛才說 建華和施華 你如果破了建華 其實 好 麻煩 這些 當你是 這些是你的想法 你的見解 其實 你的見解 比如說 你有沒有出賣我 你有沒有欣張仇報 你有 你沒有 你有沒有僭借 你有 我沒有 這些全部都是意見 這件事好不好 我要不要八萬五的政策 你看到他們爭吵得很厲害 你收拾 全部都是意見 我說有意義的東西 這些有意義 那些有意義 我的見解 這件事有意義 我的見解 今天去玩 開心點 這些是見解 人人都有見解 不同的見解 那有見解 如果你說要破建華 見解 如果 麻煩你 哇 很乾淨 破建華 破建華 破建華就是正初果 破建華的正初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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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想 二果 二果 三果 一會就破了 建華其實是說 好像來去 有來有去的 例如一個念頭生 我待會想去吃糖水 下了糖之後 這個念頭有生 有滅 這個念頭 一個說吃糖水好 一個說不要 我去吃雪糕好 那這些是意見 有生有滅 很快的 你看到它 有來有去 那這個呢 好像是 客人 客人有來有去 就比較粗一些 譬如 譬如 好像客人 就粗一些 所以見華 比較容易破 絲劃就難很多 絲劃其實是說那些什麼呢 就是 你那些貪呀 親呀 癡呀 是你的絲劃 這些就比較 相對來說 就是微細一些 這個 這個呢 就譬如 譬如好像是些什麼呢 譬如是些塵 譬如下完雨之後 出太陽 射了太陽光 放入一間屋裡 你看到有很多很多塵 動一下動一下動一下 這些這樣的貪親癡 就好像這些 其實是一些網念微塵 微塵是幼小一點 我們就說它們是 它不是來去的 它那些叫做動搖 動搖的微塵 動搖的煩惱 我們就說這些 建華 就是有來有去 好像客人來 去一個地方 或者客人去投棧 吃一頓飯 有時候 你想 譬如要思考一些對策 這樣才算 難的事情 可能要想幾天 可能住幾天 那個客人 所以是比較粗一些 這個比較容易破 所以一破了建華 就正初果 如果你說 你又有二果 又有三果 又有四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要去到四果 阿羅漢 才斷了絲劃 如果說阿羅漢 它是不回來 你說初果 你去到二果 師陀喊 才說破建華 三果 四果 慢慢地破 破絲劃 所以 是在說很久的事情 很高班的事情 誰敢說自己 誰敢說自己 你 如果 沒抹過黑板之前 很大的字 磨我 都說了 你如果每樣都有我 我懂了所有的事情 甚麼都會背 大悲者也會背 心經也會背 乃至到地藏經也會背 你跟佛法不相應 有一次我問 我的朋友和我一起 那個朋友 初初學佛 不是很久 不懂得死 上山 當然是帶他去下課找我師父 沒有啦 有這麼大的師父 當然是親近的我師父 他不懂得死 他不知道我師父是這麼大的和尚 那他就問他 老和尚 你還有沒有煩惱 我便說 你看戲 看你怎麼回答也好 那麼 老和尚就說 師父就說 當然有煩惱 那我朋友便很失望 失望者 你這麼大的和尚 常常都說自己還有煩惱 但是各位 如果他真的沒有煩惱 他會告訴你 其實整部《金剛經》 有沒有留意到 初果衰陀喊不會作善念 即是不會說自己剩了初果 二果施陀喊不會作善念 自己剩了二果 三果阿羅漢不會說自己剩了三果 乃至四果阿羅漢不會說自己剩了四果阿羅漢 不會說自己是阿羅漢 乃至到菩薩 菩薩是宗教 菩薩是直情 你去到這裏 你斷了絲劃 斷了劍劃 現在是累積的 你只不過是斷了人我 人空我空 之後 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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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你說去到做菩薩 菩薩就直接連法也空了 所以如果你說《金剛經》裡面說 他說甚麼叫菩薩 若人通達無我法者 是呀 很巧克力的人 以前的大德把梵文譯成中文 很仔細的 一點點都不漏 他不是說 不是菩薩若通達無我這時 如來說明真是菩薩 他說若人通達無我法 即是說菩薩不會說自己是菩薩 又不會說有些東西給他證到 又不會說他是德 乃至到佛也無有小法可得 你夠膽死說自己無煩惱吧 誰夠膽說 誰夠膽說我斷了 我已經不為外景所動了 誰夠膽說 誰夠膽說 寶林現在正在打蟬七 打蟬七是有一位監香師傅的 他犧牲自己 以前監香師傅的意思 他是負責斗賊的 斗賊 即是拿著一枝香板 這麼大就知道了 薄薄的一塊木板 他就蠢的 他自己犧牲自己 他自己的香不錯 他就會逐個人去看 你誰睡覺呢 或者你睡覺的樣子看 他就會拿著一枝 如果你睡覺 他會第一次走過 或者先打你 如果你是走過三次 你還是這樣 他就請你吃香板 他們是很聰明的 有一個手眼 他們通常是很高級的才可以做那些位置 他們懂得打 他們起碼知道你是在睡覺 或者是在打網上 有時候都是的 那些人坐著打坐 那些人打坐 打坐就打坐 微微笑 當然是在想著想著 當然是失了正念 正念者無念也 你當然在想著想著才會笑 有什麼好笑 所以 很聰明的 我們有時候無聊得 在玩手指 都吃香板 都被他看到 在想著 你這樣 都會 不要說你坐腰不直 那些 話說 不好意思 我每次都拿他出來說 話說 有個女人 是台灣女子 在家人 說這個居士 很厲害 他說 他覺得自己 他覺得自己 很厲害 即是白駁嘴 其實重臨是最好的 你們多些去親近別人的重臨 其實你們做義工也好 參加這些佛教團體做義工 跟人和人相處 你學習什麼叫無我 你看很多意見 這個說要什麼的 如果大家意見不合 就會吵架 那你如果 譬如上到山 譬如你去到叢林 即是大家一些修行的地方 就最好了 因為你各樣是聽招呼 誰叫你做什麼 你不會說去到那個禅堂 我要坐那裡 那位不是你坐的 是一個大和尚位 你是聽招呼 韋羅師傅叫你坐哪裡 你就坐哪裡 人家行鄉你就行鄉 人家坐鄉就坐鄉 你是聽 他打板你就進去坐 再打板就起座 出去吃飯 過堂 過堂也是吃飯 沒有我 不是想 不是眼睛在外面看 不是看 為甚麼行堂師傅派 為甚麼他有冬菇 我只剩下豆腐 為甚麼他有這麼漂亮的芒果 去到我去讀蘋果餐 為甚麼 甚麼都問為甚麼 一味望外面 如果你是學 學甚麼 說回這個女人 這是台灣女人 這是台灣女人 不是聽招呼的 我不知道她有多厲害 那時候 某甲就做管房 那些床鋪就不要對著佛像 我們上邊那裡睡 那些床鋪都睡著 不單止不應該對著佛像 還不應該對著經書 不應該被他的腳撐著 我說對了 待會兒你把你的床鋪擰一擰 他說 法性等如虛空 我又不能回答 不過人家即使人叫你做甚麼 你就做甚麼 那個人吃香瓣 被人打香瓣 哇 好餓 他說 你 你不能打我 說國語 你不能打我 我的警戒怎麼說 警戒跟你不一樣 你有限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可以 我會重複說 真的可以 是無得的 無得才是可以 明白嗎 不會說自己可以 不會說自己可以 可以甚麼 不會的 乃至佛如來 都不會說自己有小法可得 那又不是說甚麼都不做 有的 有個安紐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你金剛經說的 應無所住 金剛經說的 譬如你怎樣證出初過 金剛經怎麼說 他說 不入色聲香味觸法 入流亡所 不入法性之流 不入色聲香味觸法 是明衰陀門 初過 即是說 那個人不是向外 著曬色聲香味觸的 即是見到 色就是見到漂亮的東西 色 顏色 高矮肥瘦那些 聲聽見好的話 就開心了 人家說你一兩句 你就認真 現在的人不說得 認真不說得 那些是星層的問題 人家孔夫子說 到多少十歲 以順 六十歲而以順 那是以順 即是色聲香味觸法 不入色聲香味觸法 為之正好初過 正好初過有多難 例如斷四十里的流水 四十里的流水 四十里我們剛才說過 香港都是由冬至西 只不過是二十里 四十里的流水要斷 有多難 所以你真的不要以為很容易 可以正好初過二過三過 那就是 那個表 所以說正好初過二過 乃至去到三過 這五個天是 為之五 初過就說你經歷七番生死 你就不用再進來這個娑婆 這個三界 二過 斯陀喊 或者叫做一 一 一來過 或者 因為他已經是生在天 他就只一往生死一往還 在天上一往一還 就為之二過 三個阿羅漢 就不來過 正是生在這裏之後 就不會再進去 四個阿羅漢 就簡直 出了生死 不會再進來 沉沉沉 所以你說 你生到上去四乘天 極端都是正了三個阿羅漢 那位 那位無文彼憂 就以為自己正了四乘天 就以為不會再進去生死 以為自己正了阿羅漢 所以他就在這裏培 他自己不懂 就說 咦 又說 我正了阿羅漢 細尊 說正了阿羅漢 就不會再進去生死 為什麼我臨死 還會有無常鬼拘捕我 因為佛法說的說話都不對 沒有的 但其實他自己夾錯了 乃至到無色界四天 就是這幾個 那 如果說 剛才那個衰微山 地居天 那裏是玉界 玉界 一千個那些 一千個那些 那樣的山 蓋著初禪天 一千個那些衰微山 就叫做一個 小世界 一個小世界 再蓋多一個 蓋到初禪天 就為之一個小千世界 一千個 一千個世界 那樣的東西 那個叫做世界 由地獄、惡鬼、畜生、人 柯秀羅 和路獄天 蓋到這裏 一千個 就為之一個小世界 一個世界 一個小世界 一個小世界 一千個小世界 為之一千小小千世界 為之小千世界 一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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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个小千世界就是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包含了中千和小千世界 因为它是模式界,很微小的 所以上个礼拜整大个表为之一个佛的世界 很累 为之一个佛的化区 一个佛的世界有这么多 所以有时《金刚经》里说 如一世界中行河沙 有行河沙这么多的世界 这么多的佛世界 他们很喜欢 不是像我们平日中国人说的 是十进制的 十个十就是一百 十个一百就是一千 十个一千就是一万万 又不知怎样 他们是这样说的 但是印度人就不是 印度的古人他们很有智慧 他们是说一班那么多人 一班那么多的 就是他们喜欢说自成的 多少倍方 所以说一行河那么多 一行河的沙 有那么多粒沙的行河 那行河到底有多长 我们在查网上就知道 原来是黄河 黄河有三千多四千里 它是一半 一千五百里 一千五百里 恒河 不是 宏河 恒河 恒河有多阔呢 最阔的地方有七米 那七米有多远呢 就好像由香港到沙田 香港的尖沙咀 去到沙田 那么阔 那么阔 而且它的沙是幼得 像面粉那么幼 那其实现在说的是多少呢 原来也有说过佛经 哎呀 现在说到菩萨 为什么说到这里呢 这些上次看过 菩萨 他就不跟你说 他不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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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问你 快就完蛋了 那你说去哪里最好 你那一表 你很恨我 去哪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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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很恨我 你们会很恨我 去哪里三十八天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呢 因为我给你这条问题 这条问题 这条哪里都不要去 答案是 因为 就算你升到上去三十三天 福尽还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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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惨 你叹关 要你再下来 随业 随业受保 我们说 或者做十善业 做仁天 有人天的果保 十善业就是 去修五戒十善 生天 就是这些 或者你修禅定 十善业 就去到他化自在天 真的 三十三天 不是多高 如果你说 不要这么计 不要想 一来太长命 你遇不到佛 那怎么办 你奶奶知道 你刚才我们的图 那个图 不知多少大劫 多少小劫 多少大劫 多少万万万大劫 这么长命 你遇不到佛法 有什么用 在那里打坐 那时候有一个 是 那时候 奎基大师 原装法师的徒弟 原装法师 你知道他一直取经 去到一个地方 全部都是雪 有个地方竟然 有个人 竟然是 那里没有雪 那里挂开来看 有个人在打坐 我问他 他其实是 过往一位佛 佛世的时候的人 但他入了定 他说 我其实想亲近佛 原装法师 打个隐姓 开了他定 他说 现在是什么 释迦佛 释迦佛 释迦余来也入灭了 那就可以了 我再等弥勒菩萨来 我再等弥勒佛 你等什么弥勒佛 释迦余来 释迦余来 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定是没有用的 所以 就算让你去到 那些无色界 飞上飞飞上处天 去到这么远 八万大劫 大劫 八万大劫 好长名 始终 你都要回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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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理想 如果你说随业受报 你迫要再回来 那么 苦 也说有一个叫做 有两姐妹 有两姊妹 一个叫做 有两姊妹 一个叫做 公德天 很漂亮 拍一个人的门 主人家见到他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公德天 你这么漂亮 我请你进来 因为他又漂亮 又幸福 又长寿 又是人 请了我进去他家 都愿意吉祥 你又来 另外有一个 很丑的样子跟着他 就是他妹 那个叫做 黑暗天 两个天女 任何人 任何人 请了他去那间屋 就自自然 有很多很苦虜 那些东西 那为什么我不爱 我不行 我们两姊妹 去到哪里都在一起 你叫我进来 就要叫我妹妹进来 所以公德和黑暗 两个天 是在一起的 其实 有受皆苦 你叹 自助餐 任你吃 你受吧 你多多 人出钱你出命 明白吗 所以那个主人就说 哎呀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 我两个都不要了 我苦落街 我苦落都不受了 因为呢 人家给 你想想 受到 受到 就算了 人家给你一部iPad 你想想 你浪费多少精神慢慢搞 所以 有受皆苦 就是佛法里面来说 就是 受那么多 而且你不要以为很着素 比如说 你吃肉 不好意思 我相信这里没有什么人吃素 都要说 你不要以为很着素 你吃吧 吃八粮 还半斤 你有福 你不要吓你 我跟医经说的 你有福 你就用钱还 你最不要还凸 因为通常 还这件事 你受多少还多少 正常 那 那 譬如 为什麽之所以会隆隆转呢 譬如 我 你欠我五随 我今次有机会 打你 还 那你还五随 你还五随 给我 我 哪个欠哪个 我忘记了 总之 譬如 你欠我五随 我打你 我打你五随 那就还了 没有数 但是不睡 你不单止 你不单止 只是打他五随 你打他七随 我下次有机会 到他大力点的时候 就是 下一期的生命 他再撞我 就不单止 只是还七随 要我打我十随 下次又不是 我欠你七随 你打我十随 我就再 就是你还 有时候 譬如吃肉 有时候 只是人家欠你 人家欠你 那些 那些肉 没有欠你的命 你割了他的肉 或者他已经死了 那不是说 你新鲜 你正 就 就你了 不是要拿着命 人家没有欠你的命 如果你譬如说 有福 你就要给钱还 所以很多时候 有钱人 破财党灾 你没有福的时候 你就披霧大角还 你就苦了 你现在就叹了 你就受了 你继管受 所以 不如 你借多少 一定要还 你借多少 在哪里还 一定回来 这个娑婆还 如果你要问人拿 你也是要回来 娑婆问人拿 就是 无论你还债 无论你来拿债 都是要进来 这个娑婆的 就是这里来 做这个贸易市场 一定要在这里交收 要么就算了 我还了给你 或者 我不用你还 那就还不进来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随着 我们 数据很难计 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 为什么要说 死了之后 要计数 要计到七七四十九日 若望 平均 就是计计你下次去哪里 这段时间 不是那么容易计数 你也不会计数 那么菩萨就不怕 为什么会这样呢 菩萨有个悲心 有个菩萨 他是不为自己的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 是很好的 《灵验经》说 至美得道先度人 先度众生者 这些是菩萨的法心 他有个悲心 和他的愿力是很大的 大者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菩萨没有病 以众生的病为病 菩萨没有苦 以众生的苦为苦 他的愿力也很大 所以叫菩萨叫菩萨 为何菩萨除了有个悲心 他不抵得你辛苦 他要去帮你 不过 你是帮人还帮人 因为佛教也是说恩怨 除恩怨 你是想帮人 你是发了这种心去帮人 你看看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民生救苦 千处祈求千处应 你叫他就会到 所以叫大家多些念观音菩萨 叫他 你自己熟了 等到你没有意识 你自己都会念 一怕你就会弹他 阿弥陀佛出来 那是最好的 所以他平日常常会练习 观音菩萨就是民生救苦 千处祈求千处应 所以我师傅就说 如果别人有求你 就像学观音菩萨 千处祈求千处应 如果别人没有求 别人没有求 别人也没有开口求你 你就千处不要认 如果不是 你就是多事 你自己想想 但是如果别人 所以说菩萨 还有菩萨通达无我法 如来说明真是菩萨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 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佛法是说 你无我便跟佛法相应 因为菩萨有一个大的智慧 或者叫般若的智慧 以前有两师兄弟 韩生和实德说 世间如果有些人 委批我 又说我欣张仇报 又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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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笑我 又说我糟糕 又轻我 轻贱我 就是看不起我 轻我 贱我 恶我 凶我 又欺负我 如何处置苦 这是唐朝时代的两位禅僧 他很喜欢写这些禅诗 是两位很好的师兄弟 韩生就这样问他十德 那十德就怎么回答他呢 他就说 指示忍他 让他 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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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他 不要理他 我们小时候看 很小的时候还没学佛 不懂解释 我觉得这句最精净 我看你怎么死 我看你最后的几年 但不是这样解释 不是这样解释 意思是说 每个东西都不主 除了时间过了 那件事就过了 叫大家放下 好像流水那样不主 你再过多几年 你再看这件事 转头 另外一个世界 不是 我刚才说的那些 那些小孩子不懂世界 那时候还没学佛 什么都不懂 但是 是叫你再过多几年 你再看 因为呢 我们上次说的那个 最重要 我们其实是学佛修行 那个恭敬心很重要 还有呢 凡是大德修行的人 很谦的 很谦虚的 他无我 他怎么会说 我就不为外景所动辣 哎呀 我今早 今早才听到 我笑死我 不要说谁 是在家人 他不懂 菩萨就不单止 人空我空 法都空 所以是通达无我法者 他连那个法都不执着 所以我们说 不注释 不注释生心 不注释香味触法生心 他做了 不会觉得自己做了 怎么说呢 《金刚经》第一句就说 你应如是灭道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而实无众生得道者 做了就算了 他不会 因为 我叫做三轮体空 佛法来说 又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去做那样东西 譬如布施 给钱 又没有一个 给钱的人 又没有一个 受那笔钱的人 也没有 给钱这件事 为之三轮体空 所以 不会说 给就给 这些叫做无相 叫做离相布施 这些布施 就是 不会说 有个我 去给十亿 你 我去给十亿 你 你呢 就要 安回我的名字 那间学院 就要安回我的名字 那 不会这样 不过呢 不是那么容易做 因为不住 识布施不住 升香美足法布施 做了就算 《金刚经》这样教的 一开始说 善男知善女人 你发安奥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发成佛的心 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 应云何住 云何降伏其心 就是叫你不住 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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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布施不住 升香美足法布施 就是 应无住相 就是离相而布施 不过 我现在未做到 离相布施 都做有相布施 好过你完全一滴 布施都不做 因为说 那不用做 那又不可以 所以 如果那些人 你不应该 穿了下有 亦都不应该 穿了下空 穿空 糟了 我什么都说是空 不用做了 地也不用做了 那些人才是罪恶搞的 你穿有这种死 死念佛 算了多少数 所以其实你说 其实应该 又不要穿有 又不要穿空 走中度 应该是这样 怎样呢 又救中 唉 对 对 度众生 大家发个愿 众生无边世愿度 然后 陆祖菩萨教我们 度众生 善知识 陆祖菩萨多客气 叫人善知识 通常 那些大德修行人 很谦的 大家客气些 大家不是说 众生无边世愿度 因为法事宏世愿 烦恼无尽世愿段 不算是罢愿 也好 众生无边世愿度 怎样说 不是慧能 不是六祖菩萨 不是慧能 即是 六祖菩萨 现在是对他的学生说 大家不是说 众生无边世愿度 不是祖师 度我们 善知识 是你心里面的众生 所谓 是邪迷心 佛法 什么叫邪迷 迷 迷你大一枝 真是笨 穿上去 什么都穿上去 佛法 是说 是说无生 下次再说 这些太深了 但是 你各样都说 你以为有生有灭的 一样东西 其实佛法是说不生不灭的 如果你是圣 圣者就会在生灭之中见到无生 佛法是跟你说无生 为什么说那样东西是无生 这些下个礼拜 但我先说六祖菩萨说什么 他说 邪迷心 狂妨心 不善心 窒渡心 恶毒心 离是等心 尽是众生 其实是要你 不是六祖菩萨来道你 也不是真的有个众生来给你道 那谁道 其实是你自己道理自己的众生 其实是你自己道理自己的心里面的众生 自性自道明为真道 什么叫自性自道 你自心中邪见烦恼如痴众生 将正见道 正见就是诸法无生 既有正见 即使用菩萨字 下次我们开始 一开始就先说到这里 既然说平等 如何是平等 无上正等正觉 善男之善女人 法阿纽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无上正等正觉 正觉即是说人空我空 因为因缘所生 所以 但是连这个法都空了 那位菩萨 他不单止空了人我 连法都空了 所以就会说 邪来正道 迷来悟道 这个就为真道 因为无上正等 正等就是连法都空了 无上 阿纽多罗三秒正等 正觉就是空了人我 所以你是发过这样的心 而是 嗯 很稳定 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之前说过的了 那些阿贞奇 你修行 你想想刚才那些多 什么邪迷心 什么什么 众生没有变 众生真的没有变 你那些邪迷心 狂妄心 不善心 疾悼心 我们很多这样的恶念 所以说要成佛 很长远的 三大阿贞其劫 才能成佛 那你如果完全都不移动 那你就真是 那时候阿靖达法师 真的是扔落地有声 如果 他说 他说 他对着一个人 一个学生 如果你只是坐在那裡 你不修行 只是坐在那裡 三大阿贞其劫之后 你看着我识正达成佛 这样 扔落地有声 所以小小都一步一步一步地走 修行是真的慢慢地走 那怎么为之三大阿贞其劫 十个倍数 一个阿贞其 十个阿贞其 一个阿贞其 一个挪油塌 十个六十次方 真是很长远的东西 那不用怕 不用怕 不用怕 这些 中国的计数 其实各样都可以说 一兆万亿就为兆 千万万万万亿兆 这个为之一个阿贞其 一千下面有八个万字 这个单位就叫做兆 一个阿贞其 一个阿贞其的阿贞其 就是一个阿贞其 为之一个无量 无量无边 无等 不可数 不可清 不可思 不可量 不可说 你想想 那个量的问题 印度那些古人真是很厉害 他们想到这些 唉 这些下次再说 都是我那个问题 我执太重了 我生烦恼各样 我亲我爱我千元 不剪较我 什么都是我 以为真的有个我 所以各样东西就在那里生烦恼 所以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的心念 你的心念 做你那个天堂 做你自己的地狱 总之你如果全部都是情 你就跌 純想 你就升 有点点善 都不至于落地狱 如果你只是有恶 只是你想 未做出来 都不落地狱 但如果你由你那个心念 开始做事出来 做十五亿十恶的恶 做了恶的事出来 一点点善业都没有 完全都是做恶的 自己作地狱 自己入地狱 不是别人给你的 不会真的有个人判你的 有些佛经人 只是说看着本宝 有个人去审你 但是都是你自己 你自己做回 你自己 你自己受回 不会说 不会说你吃饭 我饱了 平等到不得了 你不作业 谁都不把你拔下去 你自己作业 你自然要入 你千万不要说你自己没有份 你做罪就有份 就这样 讲到这里了 讲到这里了 没有了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大家看佛问信 大家好 大家看佛问信 谢谢观看佛 谢谢观看佛 谢谢观看佛